台南在地民眾都曾經在街頭看過這一台車身 Bamble的雙門跑車 車主是一位八十多歲老壽依 他是在一九七四年的時候花了二十三萬元 買了這台原裝進口的跑車 其實在當年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當時這買車的價格甚至還可以在台南市區 買一棟透添錯 好 雖然這台車當時非常時髦 但是如今呢 板金破損 漏水零件也停產了 對此老壽依說他跟這台車是有很深的感情 因此他捨不得賣會繼續開 古董跑車引擎發動奔馳在馬路上 車身烤漆雖然已經斑駁 但獨特的車型還是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這台古董跑車已經有四十八年的歷史 車主是一名八十多歲的老壽依 在一九七四年的時候花了二十三萬元買下 當時二十三萬可以一口氣買下三台國產芋籠車 就連在台南買一棟透添錯也沒有問題 蘇先生大方讓記者拍攝內裝 經典的木紋方向盤 搭配歷史感十足的冷氣跟儀表板 讓人勾起不少回憶 車主說這台雙門跑車前後只生產四年 現在還能開上路的也沒幾台 雖然現在板金破損還會漏水 但是對當年懂車的人來說 能夠開到這台車真的超級風光 現在他開在路上如果遇到收藏車的玩家 還會跟他開架要求收購 蘇先生說這台古董車多數的零件都已經停產無法更換 但是蘇先生又不想用其他車子的零件 怕會破壞這台跑車原本的面貌 寧可讓這台雙門跑車看起來舊舊的 因為這台雙門跑車也代表著蘇先生過往的巔峰跟輝煌歲月 記者楊木華台南報導